OK 我們來看一下 天花板翔圖 天花板翔圖也是屬於A7大漢翔圖裡面的一種 那他大概比較常看到就兩個地方 廁所 廚房 再來就是那個 陽台下方 這三個地方 那天花板的分類大概是這樣分類 有金屬骨架有分為明駕跟暗駕 因為天花板裡面有骨架 像我們教室裡面 抬頭看我們這個 這個常看到 我們叫這個天花板叫什麼 明駕還是暗駕 各位有沒有看到他的駕 這是明駕天花板 這是T-Bone做法 那這個他們都叫做那個什麼 這個現在最流行這種天花板 他們就叫青鋼鐺 但是他上面是 他這個不要坐在廁所 他這個板膝的濕氣就會快掉 那我們這是明駕天花板 暗駕就是你根本看不到這些骨架 那木座天花板是最貴的 各位了解這個單駕 那天花板裡面 有一個吊金的部分 那吊金大部分有L型 鐵有鐵絲的 有有旋轉桿的 有木頭的 有這種 有這種用螺栓的 有這種 那個 鍍芯的 鐵架 等等 那大部分工程裡面 比較小的浴室廁所會用木架 那學校工程 大概像我們教室上方 這個大概會屬於這種 你看有沒有T型 叫T-Bar 那把那個那個礦牽板就放上去 好 我們等一下看到圖面 那 平頂固定器指的是 上面這邊怎麼固定 上方定在RC牆上 怎麼定 有用釘極 釘極片 那個槍那個打下去 好像在放泡一樣 蹦一聲 很大聲 那這是膨脹螺栓 進去會膨脹 你只要看圖面就知道 這是化學的 然後這是 浴霾器 這是在灌漿的時候 把浴霾器放進去 灌完漿 拆完膜 這個就用鎖螺栓的方式鎖進去 這是吊金 的做法 吊一塊鐵 你可以看到它的樣子 那木板 定在這上面就可以了 這是不同的方式 讓你看到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種 這個是屬於 你看上面這就屬於暗架 那用吸音天花板把上面的部分 骨架都沒看到 頂好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這個東西是金屬條 你的燈 可以藏在這金屬條中間 配合它來試做 然後你看這個是吊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吊金 有一部分固定在 結構體 然後有吊金下來 周圍它一定有 壓邊 這叫壓邊條 那有時候冷氣還會流通風口 所以 就是 天花板上面要 定的東西大概就屬於這樣 固定在 結構體上的吊金 固定的 掛木做 旁邊的什麼 壓邊條 壓邊條會先做 再怎麼樣 木格罩 所以它的祥圖會看到 有剖面的 有投影的 兩大類 所以天花板是這樣組成的 所以你看以這張圖還看得更清楚 這叫吊桿 有這樣吊金 那這固定木 對不對 玉米螺酸 這個釘在結構體上 那這邊 靠在這個釘過來 然後這個就吊這整個 這樣的結構體 這叫祖金的 那下面釘石瓜板牆 等等 好那腳材大概材料不要彎曲過大 壁材大概 那個寸粒要乘一寸一寸 一寸兩分乘一寸 那 台吋都是實進制 所以這個OK 1.2寸乘一寸 那地板就是 寸八一寸 一寸八一寸 那施工現場 一寸等於三公分 一台吋等於三公分 一英寸2.54 正確是3.03 那三公分就好 那現場施工避免潮濕 那這就是我們的腳材 天花板釘金的腳材 那這個就是我們 大樓裡面的那個 預測 你可以看到 現在用橘色管線的 幾乎都是所謂的 消防 就是所謂的那個 衛生 衛生 那這個 這個釘金嘛 釘完 它這個 旁邊你看 壓邊拆 它並沒有往上釣 那你看這樣釣 這個就是所謂的清潔口 保留清潔口 將來要上去維修的時候 維修孔 你可以看到 旁邊都要先訂完 再這樣做 好 那就是所謂的天花板的圖面 那這個天花板是做造型做漂亮的 那又另當別論 這你可以看很多展場 百貨公司都會這樣做 居家大概就屬於那種而已 那這個你看 交合天花板圖 這就是一個 一個釣金 一個腳材 固定在這邊 那這上面有沒有釣金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就是 剖道的部分 這是投影的部分 然後這樣的話 就區隔 它兩個方向 那它間距是多少 這個 焦合木板 天花 這個名字要留著喔 將來我要你畫這些圖面的時候 你要知道 好 那這個可以看到 這是星巴克咖啡 你看天花板全部都封起來了 只留冷氣孔 所以你看不到什麼 這就屬於暗架天花板 天花板都有做 這不是樓板 那你看看整片整片 做出來的天花板 那你看它的整片做 這是細磚蓋板 釘完以後要補土完補土完 然後再油漆 這做法都不一 看它怎麼做 那這個是屬於明駕天花 這是衝孔鋁板 那會用在比較大的機關 你看它的燈座 這燈座大概是四尺的 四尺長就120公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每一個 天花板的單元 就是60公分 60公分 60乘個60 30乘30 我們叫一彩 所以這個一個天花板 這四彩 會算了嗎 幾彩 鋁門窗也是這樣算的 OK 好 那你看它施工的方式 有時候要切開燈具孔 要先接好 才做下來 好 那這個就是天花板的維修孔 這個可以掀開的 可以往上推的 這個土要你畫 天花板維修孔 我今天講好幾個 你要注意 天花板維修孔 我要你畫 要你去瞄 到時候我會把這個土給你 你可以用瞄的 只有縮小比例 我剛講的 我剛講的寸2寸8 你就承讓它大小 這腳才 好 你就用寸8一寸 1.8寸1寸 1.8乘以3的話是多少 3824 3135.4公分 好 1寸就是3公分 OK 你可以算一算 好 你看這天花板 這是室內大樓的裝修裡面有隱藏式的那個 冷氣機 他就是這樣子而已 他也不像你看到分離室那個那麼漂亮 就藏在這個天花板裡面 好 旁邊是不是 現在也沒有腳材 這個腳材是 用木心板兩塊 弄完綿起來用釘槍釘一釘做腳材 這是木心板切下來料做的 現在有了 這到底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只是腳材歸腳材 那木心板他到底有 多大的功能不一定 因為他是焦合材 你看他是木心板做的 好現在都用塑合板的材料 把它盾 這是維修口 看到維修口了沒 做好就變這樣 看到沒 做好就封起來 天花板裡面 冷氣機在裡面 你看不到 但是你要留一個維修口 將來維修的時候 可以做 這也是 廁所的維修口 這是PVC材質 好 那這是天花板 這是室內客廳的天花板 那他也是定這樣 你看 有些剛剛看的 不同方向的腳筋 那這個都是現在電氣的線 好 天花板 那天花板旁邊的轉角 有個流邊 有個定一個 壓邊材 然後定一根腳材 用釘子釘進去 釘完以後 這是木心板 再釘上去 這轉角 瘦邊 好 OK 然後你看瘦邊材 你看 凸進去 有沒有 凸這樣 就變這樣 收邊材 OK 有沒有看到收邊材 所以在做這個空間的時候 這是商業空間 你看 做的時候還說 都這樣 所以這個做的時候都 特別要留意 這個也是 天花板 那線板我們看一下 內角表面型的特殊風格 線板就是 刷斑啊 就是他有什麼樣的東西 他石木 有的是用什麼 PVC的 有的不是石木 有的是 塑膠線條 然後他不耐熱 那釘頭不能外露 所以上漆色才一致 這是收邊材 齁 這有的做到非常 Balloc風格 有沒有 裡面用木板 用甲板 然後把它貼到外面 再收邊 再補漆 你看釘子是這樣 最後要補土把它補掉 這收邊材 齁 那這叫膨脹螺酸 齁你釘進去這邊會擴頭 這個先鑽孔 牆壁鑽完孔以後 用 沒有這個 這個就先把這個什麼 齁 打釘子 齁 用狼頭敲進去 敲完以後他這邊會擴頭 擴完以後 鎖螺丁 齁 這是一種 窗簾盒 什麼叫窗簾盒 窗簾到邊邊 我們教室其實在窗簾邊邊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他會留一個距離出來 然後這個窗簾盒 這是天花板的界面 所以 他做起來大概就是這樣 窗簾盒 齁 他放窗簾的部分 齁你看窗簾 齁這個還冷氣孔在這邊 他做的比較大一點 窗簾盒 齁這還是遙控的窗簾盒 他可以利用光感 聲控 還是 用溫度 感受到溫度不一樣的時候 齁就可以關下來 這個現在非常進步 齁 好 那這個就是名價天花板 看到沒 這Tbar 齁 大一點 小一點的 齁 他結這樣就是兩個方向的剖面圖面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他實際上是這樣子 天花板是怎樣 看到了齁 那這個就是屬於 那個天花板 然後你看他吊金的部分 後來做木頭的 齁 那這就是名價天花 齁 齁 那其他你可以看到 這是台北的台大附近的成品數據 他天花板裡面放光線 齁 然後放光線 那放燈管 也變成一種天花板 齁 那這是一些商業空間 那這個是吊金屬架 看到沒 金屬架的畫法 你要注意這個 西形鋼的方式 白髮 齁 他有他的名字 齁 他還多一個什麼 四瓷 四瓷夾 夾這裡面 他套在這裡面 所以這西形鋼是這樣套的 方向是這樣子 我了解一下 大概是這樣 齁 這就是四瓷 那個西形鋼 有沒有看到 往上放 這是暗架天花板 這是暗架天花板 這個有時候也可以做成他的牆壁的格罩 這一塊 看到了齁 這限帝的樣子 你看一下 這個材質 好 什麼叫流 那個什麼 流明天花 就是指這樣 上面是有光線下來的 這是在美術館附近的一些 同學他們公司的案子 那他們現在好的豪宅 這按摩浴缸 池都留好了 底下都不做 毛胚物給你 天花板做好了 線留給你 然後看要安裝什麼浴缸自己去按 毛胚物整個裡面都沒有做 他的說法是這樣 他說 因為每一個 每一個人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他有不同的想法 他就保留給你們去做裝作 成本又省 OK 裝修都不用訂 毛胚物直接結構體完 做完差不多該做的部分 水片試完就交房 好 這就是上面的流明天花板 他其實是擺有燈坐在裡面的 那施工的流程大概水平面 水平面放樣 安裝收編 安裝吊金 懸掛主架安裝主架 安裝副架放置擺材 大概就這樣的天花板施工流程 你記得 水平放在邊邊壓邊材先做完 壓邊材做完之後 安裝收編 放吊金 掛主架 掛主架 這就是整個施工方案 現在都用那個 雷射 雷射光小小的 像小機器人一樣 你看 邊邊先做完 吊金 壓木條吊金 吊金完 掛架 鐵板材 裝燈式 好 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 在美術館裡面 他的屋頂做到必須要做一個圓拱 那你可以讓他開模子 他用FRP做個模 然後呢 裡面用一些架去做完以後 再放到屋頂上去 你不要看到這些東西 好像Balloc 是他裡面不是這樣做 他裡面還是結構的RC柱 然後他這個是買現成組裝貼上去而已 他結構不是這樣計算 你懂了嗎 所以這東西現在有在賣專門這樣的東西 那屋頂是個圓拱 他就在現場做完 吊裝上去 好吧 那添花的部分 大概就跟各位這樣介紹 那 差不多 都講的差不多了 那 其實就